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是周明的节目主持 沙娜沙老师 欢迎沙老师 欢迎家庆的高级副总裁 屈卫屈老师 欢迎屈老师 爱情导师 涂雷陀老师 欢迎涂老师 来吧 分享老师们人生智慧的时间到了 来了解一下今天他们帮助的第一对嘉宾朋友遭遇了怎样的人生困惑 各位请看 我们俩之前在同一商场做销售工作认识的 他在楼上 我在楼下 后来我们就开始交往了 我们认识七个月就结婚了 到现在我们结婚不到一年时间 但是期间我们发生了很多的矛盾 他每天就像怨妇一样 抱怨这个 抱怨那个 我听到耳朵都摸出茧子了 他答应我的是经常性的爽约 他把他的朋友看得比我都重要 我说的什么话他都听不进去 整天拿我当空气一样 他每天都玩手机跟各种客户天南海北的聊 我跟他说话他也不理我 他在家里什么都不管 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我在处理 我觉得我在家里就像一个男人一样 结婚很短的一对夫妻 生活的琐事让他们有点烦了 老师们会如何帮助他们呢 掌声请出这一对 男嘉宾小王33岁来自黑龙江自由职业 来 有请小王 有请 女嘉宾小高35岁同样来自黑龙江自由职业 来 有请小高 有请 欢迎老妹 你们俩认识一共多久 七个多月 七个多月 对 结婚呢 到现在 不到一年 不到一年 这就烦了 我没烦 她有点烦 你烦了 我不是说烦了 是吧 她就是平时 总喜欢放我的鸽子 明明打赢好的事情吧 什么陪我看看电影 然后咱说用一天的时间 在观光街之类的 她可倒好 你左一遍催 右一遍催 总是不动态 等她讲到那时候 我的心什么心声都没有了 你观点 我这工作不忙吗 我一天我多忙啊 在外头赚钱 你忙我不忙吗 你赚钱 你赚钱用来干嘛呀 借给你那些个朋友 所谓的好哥们儿 你借给哥们儿我不反对 你是不是需要量力而行 那你说到我哥们儿有困难了 你说我能不借吗 你说我就那么几个好哥们儿 我没有说不要你借钱 但是你是不是要量力而行 你可倒好 人家借三万块钱打个比方 自己兜了有两万块钱 要出去再去管别人借一万 完了之后借给他的哥们儿 有这个必要吗 再说了 借也可以 说了一个月还 一个月没有声音 两个月还 两个月没有声音 你不还也行 你没有 你说句话 你是不是告诉我 现在什么什么情况 连句话都没有 他跟我说了 他跟你说 他能说得饶吗 跟你说了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那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我是不是自己家里的一员 钱是我借出去的 到时候我把钱给你要回来就完事了呗 行 这个事咱不说了 你能要回来 那些要不回来的呢 现在你找不着人的呢 少吗 嘴很厉害 我嘴说过他 不是说他厉不厉害 因为你本身你就没有道理你知道吗 什么叫没有道理啊 那怎么呢 那你今天来这干什么了 你说我来干什么了 我想让大家看看 你每天在家里怎么做的 你做的对不对 你总是认为你是对的 那你说我一天我在外头 找出晚归的 你作为一个男人 辛苦是应当的呀 对 那我也没有埋怨呢 那你说你这是埋怨什么呢 我当然有埋怨了 你整天辛苦赚的钱 你花到我身上多少 你不都借给你的哥们 你的好朋友吗 对你说我每个月开的工资 我都给你 你说你一天就给我20块钱 你说我出门我就20块钱 20块钱少吗 你们说说20块钱少吗 你一个男人 你缺那么多钱干嘛呀 出去都吃了饭都不够 你就是抽个烟 平时你抽烟 烟我都给你买好 你每天两点一天 上班回家 你有什么需要花钱的 再说了 你需要钱的时候 哪次又要卖给 再说了 你现在说你感觉 你兜里面有钱 那钱都谁借出去的 吃我 吃我借出去 我说了拐用了吗 所以说你不要抱怨那些 好好好 钱的事咱们就放一边 反正也说不过你是吧 我说不过 确实一天就20块钱 就20 20少吗 不少了 完了还总说我不浪漫 总说我不浪漫 不给他买这个 不给他买那个的 我怎么没买呢 结婚 出一项的时候 情人节 不情人节都生花吗 花店正好 送了不少花 我说那就全给他包下来吧 那老板就乐够呛 挺大一肤的 你也说了 那是结婚之前 结婚之后呢 你有过什么浪漫 结婚之后我也给你发过呀 再说了 那次起诉 拔搜又不是 但是我送给我 去年情人节 我还给你发过520 那都是我攒的钱 一天20块钱 你也没 你也就是每个 是5块2 52还是520 520吗 你除个20 得攒多少钱啊 你看看 你说吧 先给20给他少 说不上平时 怎么攒的私房钱呢 虽然工资 我攒什么私房钱了 我一月工资就那么多 我都给你了 你就给我20块钱 不不行 这就出钱的事 我们听明白了 除了钱的事之外 就没什么事了吧 有 他嫌你懒对不对 我再听小圈里说 我也不懒呢 我回去的时候 你不懒 让你刷个碗 还得左一遍催 右一遍催 那就两人一碗 我就不愿意刷碗了 那你愿意干嘛 那你愿意做饭 以后回来 每天你做饭 我来刷碗 那明明结婚之前 说好的事情嘛 所有的 我来做饭 你来刷碗 两个人都不分就这样 那结婚之前 你也告诉我 你不喝酒呢 那你结婚之前 你还没告诉我 你总喜欢我说 借钱呢 你现在说这些 还有意思吗 他喝酒啊 喝酒 你们来老能喝了 喝酒怎么了 现在谁不喝酒啊 老能喝了 老能喝啊 怎么能喝法 要我都不跟他 出去吃饭 为啥 太能喝 就往那儿 我喝 就那白酒 50多度的 一顿三四杯 啤酒 多大的杯 就是二两半的 二两半 一斤酒 差不多吧 没有八两 没有一斤就八两吧 然后呢 啤酒 无数 八九瓶 我喝味还能闹事 闹啊 回家煮我呀 那还为啥 我不让你睡觉 不让你睡 我为啥喝那么多酒 我还不是每次 你 我朋友都约好的 明明和我朋友约好的 咱们一起出去吃饭喝酒 都是一家一家的 你每次都有理由 这个事那个事的 不陪我去 人家都一对一对的 我去了坐那会儿 我不喝酒 我干嘛呀 再说了 我回家坐你怎么了 我不坐你坐贼呀 原因不都是你引起的吗 如果你要陪我去 这我有什么关系呢 你说你一喝酒 我喝酒我还喝不了 我就能喝两瓶啤酒 我喝两瓶啤酒 我还得 基本上还得吐一气 那他喝完就回家 怎么坐你呢 上床 我要睡觉 不行 就是开始 就这样事了 就这么 可老喝吧 老喝 也不老喝 但是他这一喝完 我就睡着醉 我就是 我得给他哄睡着了 哄睡着了之后 我才能睡 再说了 每次喝酒原因 不都是因为 你放我鸽子吗 我才喝那么多的吗 我想不看你鸽子 我一天工作那么忙 那你说客户 客户一给我打电话 谁不忙啊 我也忙啊 客户给我打电话 我是不是以客户为主 对 客户是上帝 那你和客户过去吧 你和我过去吧 我干嘛要跟客户路 我跟你一起混 我跟客户过去 那客户为主忙 原来气死我 吵也吵不过 那个李 嘴又笨 回到家里 是 你累 其实你累我也累 你就是累到 就是走两步道 都不能走吗 回到家里 坐到那儿 鞋一脱 袜子左一只 右一只满天飞 你就不能走两步 放到卫生间去吗 你俩能不能瞎白头呢 还满天飞 我把那袜子挂横上了 还满天飞 明明就是说 你举手之劳的事 你就可以放在那儿了 为什么还得让我 跟着你的票 去手势去捡呢 我每天也很累啊 做家务 你有什么可累的 你说你现在 我班都不让你上了 一天天南海北的 就拿手机跟人聊 我的工作就是聊天啊 不聊天 不和顾客沟通 我怎么呢 侵 侵 这个怎么样 侵 那个怎么样 我不沟通 你怎么不借借我呢 他不工作还是工作 他现在就是在网上 我在网上卖东西 他所谓的我不工作 就是我整天在家里工作 不需要外出 不需要储具工作 就说我不工作 我每天我也很累啊 我也要绞尽脑汁 跟顾客去怎么说 他才会买我的东西 可是我一回家的时候 你就是看着你各种 在那儿个巴朗手机 笑完了是吧 亲 亲 亲 就这个 这个很正常啊 就是网购过的人 应该都懂啊 这个 都这样啊 看他忙完了吧 我就在这里边 在那个客厅 我就等了一会儿 我看他忙完了 他也连生也不值 就回我室 就是躺着 我和顾客说了那么多 已经很累了 我还跟你说什么呀 有什么可说的呀 再说了 他说我这说我那 你怎么样啊 作为一个男人 本该男人干的活 都由我来承担 你说吧 换个锁 修个水龙头 接个垫 通通不会全我来 我是男人吗 我就记得 一回垫的事吗 是你换的吗 那怎么锁 啥是大家锁 什么时候换的呢 水龙头滴的水 不是我弄的 那个锦你不做完事了吗 装修完之后 要换个锁 锁劲不是我换的 都是你做的吗 好的事情 你永远记不住 记住的都是不好 我问问 你们就没点什么 这个业余爱好什么的吗 俩人就天天这么斗嘴吗 有吗 有业余爱好吗 你是喜欢喝酒 你呢 我没有一天 就是除了工作以外 回去就是打倒游戏 一说打游戏 我更来气 坐着打上游戏了 你就看吧 你跟他说两句话 说啥句话 可能不知道是没听见 还是怎么样 更可气的 那我跟你说话 你也装听不见呢 我不是装听见 说五句 你能回我一句就不错了 你更可气的是什么呢 今天好不容易没有顾客了 想早点休息 他可倒好 那在客厅里把电视打的 真天想啊 不影响我 我都怕影响邻居 那样小点声 就和没听着似的 真是 我都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我 我因为啥呀 我不知道你因为什么 我天天我给他等着你 完了你一声不知 就进屋就睡觉了 那我不放大声 我困了我 我就为了引起你的注意嘛 我困了我不睡觉 我干嘛呀 你说结婚刚刚一年的时间 整天就是又吵又闹 大矛盾小矛盾的 这么多矛盾 我就在想 这个婚姻以后就这样 一直下去吗 问你呢 就这样一直下去吗 我也没这样 没有说的像他这么严重啊 那我说的是不是事实 是不是事实 是事实 那但是 我觉得咱俩不挺好的吗 那是你认为的好 爷爷 行 喜欢他什么呀 爱他什么呀 结婚一年了 从一开始 我就是觉得他心特别好 现在呢 现在也是 就是有点太霸道 一年了 回头看这男人 客观评价一下 不要带情绪 其实总的来说吧 人不是个坏人 特别的好 而且对我的父母 对所有的人 都特别的好 而且就是说 像我刚才说了 特别的热心肠也是 什么两朋友 两肋叉刀 这一肋叉事 就是说 也就是看中他的为人 特别的就是 比较孝顺 也特别的好 但是有些就是 这些个 其实吧 也不算什么大事 但是就是久而久之 感觉整天这么吵 也挺累的 是是是 你们俩讨论过 这个岁数了 想过要个娃吗 我俩计划是 来年 来年 但是 不知道就是 结婚这一年的时间 就会出现 这么多的状况 感觉 啥状况呢 和自己心里想的 有点 不太一样 女生觉得 本来觉得 应该更幸福 是吧 没想到 怎么有这么多的不满 先生也不太听话 日子也不太会过 你还想跟他好好过吗 我一直都想好好过 能改吗 能 哪错了 你都不知道哪错了 改啥呀 听听老师们 帮你们分析分析吧 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沙老师 来 欢喜冤家 其实听他们俩 觉得这日子 过得挺热闹的 你看那个 男方一上来吧 他那个劲儿 是那种直高气昂的 但其实虚张声势 直老虎 对 我觉得也是那种 挺怕老婆的 但怕老婆 其实不是坏事 因为 懂得尊重嘛 但有一点啊 你觉得他管你管的事 有点多了 就你胳膊借钱 这件事 他都要干涉 你知道原因在哪吗 不知道 因为你没有把他 当这个家的女主人 你一直都在说 这是我自己的事 跟你有什么关系 可是如果你单身 或者你们两个人 谈恋爱 是 那是你自己的事 跟他没有关系 可是当你们两个人 组建了一个家庭之后 两个人 是由两个分开的个体 共同迈进了一个屋檐下 所以你所有的事情 其实是应该 跟他有一个交代的 这并不是说 要征求他同意 或者怎么样 只是说跟他 知会一声 让他有一个 你重视他的感觉 就是 你看 我老公把我放在心上 他有什么大事小事 都跟我商量一下 证明我在他心里的地位 和重要性 他要的是你 这样的一个态度 他并不是说 是真的要干涉你 借钱借多少 要不要的回来 如果他真的要干涉这一点 他不会刚才 在夸你的时候 说你是个热心肠 他其实也正是 看上了你这一点 明白了吧 明白 所以时刻把他放在心上 有什么事情 两个人要一起分担 一起讨论 商量 这才是一个家的感觉 如果各干各的话 那结婚有什么意义啊 对吧 还有 女方我想说一点的就是 你刚才说到两句话 一句是说 你作为男人累点 不就应该的吗 还有一句就是说 什么男人干的活 什么我都干了 其实我一直觉得 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 他不是说作为男人 就必须要换灯泡 什么修水龙头啊 什么修索啊 什么的 修索的可以找修索公司啊 换水龙头有物业等等 没有什么 他是男人应该干的 他应该的只是爱你 如果他真的爱你 他心在这个家的话 他干不干这些事 其实无所谓 对吧 所以这样的话 不要总挂在嘴上 有的时候会 会让人产生逆反心理 还有就是 你说那个 你作为男的 不就应该累一些吗 他累是为了什么 他累不就是为了 这个家为了你吗 对吧 所以这样的话 有的时候经常 放在吵架的过程当中 是会伤对方心的 你们两个人 就吵得挺热闹 但其实就是 驴唇对马嘴 他说他的 你说你的 就对不上 如果吵架的话 其实也是一种交流 你们需要认真地 倾听对方的声音 然后做到真正地 能够听到对方要什么 需求是什么 还有就是 夫妻之间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包容忍耐和忍让 日子才能越过越红祸 如果都活自己的话 那这日子过下去 肯定是索然无畏 而且最重要的是 女方已经觉得 这日子累到这种程度了 男方还觉得 没什么呀 我觉得挺好的呀 所以我觉得 你应该反思一下 是不是 好吧 就这样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莎老师 来 许总 你们两个人是 认识七个多月之后 结婚的 是吧 然后到现在呢 是一年多的时间 其实你们结婚的时间 偏早 偏快 所以呢 婚前应该充分了解的 通过沟通 理解对方的一些 特点的事呢 只能是婚后来做 这因为你们速度才快 那在婚后这一年当中呢 貌似好多事都没有沟通 家里的锁坏了不知道 龙头坏了也不知道 他在家里干什么 其实你也不清楚 你就觉得他就在家 家里的事都会 安排得妥妥当当的 但是跟想象的不一样 你以为他人在家里 真的不是在做事吗 他做得有多辛苦 你只看到了亲亲亲 你没看到那些亲 对他的刁难 你没看到那些客户 对他的不理解 你没看到他为这个家 做出的那些奉献 而你回到家里呢 只是把袜子 扔到了地板上 就可以吗 难道不应该 放到卫生间里吗 你觉得你做的都是对的 尤其是把钱借给朋友 热心肠是对的 但是过于地热心 那可就不仅仅是说 我是要帮助朋友 集朋友之所集了 那你是在表现什么呢 表现自己有面子 我在外头 你可不会跟别人说 我每天就二十块钱都花费吧 其实有点虚荣心嘛 但这脸想胖 光打起来那不是胖子呀 对不对 谁疼谁清楚 谁困难谁理解 谁操指甲 谁觉得这钱是不易的 好像女生在这方面 想得更多一些 你偏自己的义气 偏好面子 你也不知道 女孩出去喝酒是为什么 其实你有很大的缘故 仅仅是说 我开个电视 你就要明白我要干什么吗 你不知道人家辛苦一天了 连水龙头锁都修了 你都不知道 所以要真是迅速地 我们补偿 结婚之前没有了解的那些事的话 你们就多交流 有话直接说 电视水替不了你说爱 既然你们俩有共同的目标了 想今后还要一个小孩的话 那你们现在需要解决的事情太多了 多沟通 多理解 既然有一个长久的规划 有什么不能谈的呢 为什么一定要说 我们之间应该是有默契 我想干什么 我是明明是在等你 但是人家可能认为你在看电视 对不对 你们既然默契没有到那个程度 那我们就要建立起默契 磨合是所有的新婚的夫妇都要去经历的 有痛 但只有通过痛之后 才能更好地理解对方 家是两个人 钱也是两个人 日子是两个人一起过 所以什么事情 两个人商量着办 这事一定能解决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曲总 来 胡老师 说两点 第一点 你们现在的状况是正常的 你们不这样才不正常 谁结婚之后 不会有矛盾 不会没有争吵 还能像在谈恋爱的时候 那么所谓的情投意合 那都是装出来 恋爱的时候 或多或少都隐藏了自己真实的一面 结婚之后 看到了真实的对方之后 当然会有矛盾 所以从来就没有什么 可以随随便便 就天长地久的爱情 没有 所以首先这是正常的 没有磨合之间的默契 那只是互相地迎合 只有经历了磨合之后 那种水乳交融 才是真正的生活的默契 所以你们不用烦恼 每个家庭都是这样 第二点 其实很多人要弄清楚 家到底是什么 其实我认为家在哪 家在每个人的心里 有心才有家 心里面没有家 你嘴上说得再漂亮都没有用 当你认为我们都是有家的人的时候 就不会去再分彼此 谁干得多一点 谁干得少一点 每个人干的任何一件 都是为了家庭建设 而付出的事情 那都是我们都赚到 而不是说谁就更吃亏了 我一天拿二十块钱怎么了 省下来的钱还不是在家里 而对于女生也是这样 没有什么男人本该如此 女人本该如此 如果每个人内心 都围绕着这个家来进行建设的话 每天都为这个家 有一点点新的改变 而有所欣喜 那其实每个人过的日子就有希望 所以说既然家家户户都是这么吵 都是这么闹 只有经历过吵和闹之后 才可能达到后续的和谐 那么这就是正常的家庭节奏 只要每个人内心真的记住 我是一个有家的人 我对家庭有责任感 我对家庭应该有所付出 很多事情你就想得通了 好 谢谢陀老师 听懂了 听懂了 好 一起进入那几天喝谷光红糖 真情60秒 我也不会说什么 就是以后我回去 我多考虑考虑你的感受 我也不那么自私了 终于明年给我生个大胖小的 你原谅我吧 有一天 你以后真的 我说什么听什么吗 我明白 我要钱 我回去回去要钱 我不是说得回去去爱你 要钱或者怎么样 就是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你根本就是在考虑自己的感受 你从来都没考虑过我 只要面子 你自己受不受对 你自己知道 老师说了两段话 第一段话叫你别太自私了 第二段话叫你别太自私了 你怎么老简第一段话说呢 回去吧 兄弟 理解你了 好了 结婚一年的夫妻 在生活的磨合当中 出现了一些问题 但是不管怎么说 其实还是夫妻两个人 想好好地把这段日子过下去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请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 天津FTV网络电视 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网腾讯视频 搜索视频 爱奇艺 乐视视频 PPTV剧例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让我们来看看 这对夫妻他们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 谢谢 夫妻的浪漫时刻吧 请见证 你等着你 陪你疼惜有种暖意 在梦里全是你 不要再迟疑 把我绑紧 两颗星一辈子不飞 亮灯吧 来吧 祝你们幸福啊 谢谢 谢谢你们 请回吧 希望经过今天的磨合 他们能够找到一些 幸福的小钥匙 来 了解下一对嘉宾的 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在一起半年多了 以前她对我挺好的 她这个人风气幽默 很会逃我开心 但是最近这段时间 不知道为什么她变了 总是表现得 对我特别没有耐心 我现在的压力特别大 升学还是工作都是难题 她对我的期待值太高了 我会努力做到最好 但我也需要排解负面情绪 为什么她不能理解理解我 现在临近毕业了 我压力很大 我一直在等待她做出改变 但是她并没有改变 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小哲二十岁 来自黑龙江是一名学生 有请小哲有请 女嘉宾小男二十一岁 同样来自黑龙江 也是一名学生 来有请小男有请 欢迎两位啊 上大几啊 上大三 大三啊 对 同学啊 一个学校的 谈了几年啊 谈了半年 认识三年 谈了半年 认识那么长时间 对 我们刚开学的时候就认识了 哦 我们是一届的 那为什么拖了那么久才 之前就是互相认识 然后互相了解 后来我感觉 我喜欢这个女孩 那就说还挺了解的对吧 嗯 那怎么这就是谈了半年就 觉得相处上面有些问题 有什么问题呢 有很多问题 就比如说她老不尊重我的意见 哦 比如说我和她出去逛街的时候 我相中一件衣服 然后她就不给我买 反而她就是要她相中的那件衣服 然后给我穿上 我感觉我给她挑的 比她自己挑的好看 哦 那又不是你穿 而是我穿 比如什么按照你的审美啊 不是穿给我看的吗 是 好好好 这就叫第一罪是吧 不尊重我 因为我喜欢的衣服 你不给我买 老板你喜欢的衣服 是吧 第二中呢 第二个 她老是喜欢上网 上网 对她玩游戏 她是个游戏 上网 我也想说说 就是我在家和她说 跟她说好 我说我要和我朋友去上网 他们找我去玩 行 告诉我 明确地告诉我行 然后我说那个 我 那就去了 然后她就让我走了 我到网吧 刚打开机器 她就给我打电话 然后我接完电话之后 然后再过一会儿 又给我打 然后我再打游戏 然后我就没接她的 一直把我电话 能打到关机 每一次 然后给我的电话 打关机以后 她又给网吧吧台打 然后就瞅网管 十分钟就来我这一趟 十分钟来我这一趟 所有网吧的人都瞅我 我呢不是担心她吗 我担心她 所以才给她打电话的 你担心她什么 我担心她 担心她在游戏里 被批了是吧 我担心她那个 她也不回家 然后就是直接 就在那儿跑完 有的时候 我三两天都见不着她 她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时 全部都抛在网吧里 这可不对 兄弟 玩玩就玩玩了 那没什么 你是这么玩 那可不行 我 是吗 都这么玩 一起感觉比较开心 那她们都有女朋友吗 有的有有的没有 她就特别不注重我的感受 对呀 你不是有女朋友的人吗 是啊 然后上网这件事情 我就不说什么了 这边我做一个小小的决定 她都要说 比如说 比如说我想去搁一个双眼皮 然后 这个决定小吗 挺小的我觉得 挺小挺小 我闺蜜也去搁了 搁得可好看了 然后她都不同意 可是她闺蜜搁的是 将近一万块钱 然后我们俩手里 现在没有那么多钱 她就是想搁一个 一千块钱都不到的 然后我感觉就是不靠谱 然后我就不想让她去 她就是不尊重我的决定 就是我搁涮眼皮的时候 她就不同意 搁了吗 我还没搁呢 然后那个 现在钱再搁 对我就是这样 我就是这个意思 我说先攒钱 咱们搁一个好的 就是因为我在网上 那她还怕我闺蜜好看 我在网上看到过 那些失败的案例 我就是害怕 其实你是缓兵之计的 不阻止 我害怕呀 害怕 她一直说攒钱 一直说攒钱 攒了多久了 然后也没给我搁一个 然后她就是随便说说 她对她前女友非常大方 什么化妆品 你怎么又能提到我前女友 那你前两天还跟她联系呢 然后化妆品一套都送给她了吧 她家的我 她都没有送给我 我 她家的我 然后跟我说要见面 然后我就没 我都没有回她 然后我和她说 然后她生气了 你和她说我前女友约我见面 我没去见面 对 然后我没去 然后她生气了 对 就是这样 她不是没去吗 你生什么气啊 对 她没去 那她为什么同意 她前女友的号号申请呢 就是想偶端四连呗 那我跟她什么事都没有 我光明磊落的 我为什么 我怕指头 我什么事都没有 我为什么怕指头呢 好好好 化妆品是怎么回事 之前她俩在交往的时候 那前女友就是想要一套化妆品 然后结果她就是 二话没说就买了 然后买完之后就送给人家了 结果我现在想要搁一个 不到一千块钱的双眼皮 她都不同意 还有别的罪状吗 还有 还有啊 就是我俩就是最近嘛 就是要临近毕业了 我们俩都是专科 就想往更高的学历升一下 挺好啊 但是吧 就是我父母不是很同意 因为她在那个老 我父母在老家 给我找了一个比较好的工作 嗯 然后呢 但我为了她嘛 就放弃了这个工作 然后就跟她一起去 然后专生本学习 结果她就是没有耐心法 给我讲题你知道吗 我这 我就是文科书 不是我没有耐心法 就一个类型的题 一个公式 我给她讲一遍 然后再换一个题 还是这个公式她又不会了 讲三遍还不会 讲五遍还是不会 你就是没有耐心 你就是嫌我笨 我又没有你 没有你前女友聪明 又提我前女友 我俩在一起的时候 她总会莫名其妙 问我一些问题 你看我胖了吗 你看我好看吗 我说问我胖了吗 我说没有 问我好看吗 我说好看 她说突然就来一句 就说对 我就是胖了 我就是没有你前女友 就这样 就是我都不知道因为什么 因为她老说她前女友不过百 然后她嫌我胖 你是不是 就怕自己生不上本 其实我是文科的 然后我学的系是理科的 所以我学习肯定有点难 有点难度 然后她一教我 然后她也就是不怎么乐意教我 有点不耐烦的样子 而且我们没有结婚 我觉得以后她还是这样 我有点接受不了 我不想浪费我的青春时间 我已经看不到未来了是吧 对 老师们看这怎么办 其实就谈了半年 没过好来这儿了 来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夏老师 来来来 男生你觉不觉得 有的时候女生有一点小作 有啊 那你知道为什么她老小作你吗 不知道 因为你不够足够的重视她 就是她其实是为了引起你的注意 她就跟小孩似的 就是她哭一下闹一下 然后引起你的关心和注意 这是女生有的时候 表达自己爱的一种方式 这一点你要理解一下 但是返回头来 要说女生的就是 对于总把前女友 这个情敌 隐形的情敌 挂在嘴上这件事 是在谈恋爱当中 万万使不得的 我跟你说 前女友就好像一根电线杆 你看或不看她就在那儿 人家就是曾经交往过的 你想让她彻底忘掉 或者说彻底回避掉 不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 那是不可能的 这是她 属于她这个人的一段过去 也其实就属于她这个人 所以你爱她 要接受她 就要接受她所有的一切 如果你总把前女友 这个事挂在嘴上的话 你就时不时地戳她一下 本来人家已经忘了前女友了 你说你看 没你前女友受吧 脑子当中 马上就浮现出 前女友窈窕的身材 所以你何必自讨苦吃呢 而且为什么要拿自己 跟别人做比较 你为什么活得这么不自信 你想明白为什么 就是自己这样的不自信 是因为她造成的吗 如果是因为她造成你的不自信的话 我劝你趁早离开 因为一段好的感情 一个良好的发展关系 是因为对方能让自己 变得足够的优秀和更加的自信 找到更好的自己 但如果跟一个人在一起 你变得越来越不自信 越来越怀疑自己的时候 那证明这个人他不适合你 明白吗 明白了 好 谢谢 好 谢谢沙老师 来 许总 其实我听起来 女孩说的所有的那些 所谓的矛盾 我觉得都不是问题 甚至有的时候是一种 所谓的无理取闹 或者说是一种莫名的烦恼 不知道危机到底来自于什么 但问题我的理解在于哪 在于你们两个人 即将面临着不一样的选择 这种选择是说 他要继续生本 主意已定 对不对 对 准备工作一直在做 但是女孩呢 未来的规划 包括家里人对你规划 包括你的想法 其实不是继续要生本 去选择一个 你并不擅长的这个专业 目的就是为了和他不分开 好 在这种选择的时候 在于你对于你们的未来 是不是有坚定的一个信心了 我倒建议你 回到家乡去 不要为了他 抱这个专业继续深造 因为你不是你的计划 不是心甘情愿的 我倒觉得你们把核心的 最关键的问题 做下来谈清楚 其他都不会成为问题 好吗 好 我相信你们能解决好的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来 谷老师 如果双眼皮哥失败了怎么办 哥失败了 咋办 没想过 没想过 你好好想想 其实哥双眼皮只是个幌子 一道一道题 一遍一遍地讲也讲不通 也是个幌子 不过是想要表现自己 在他心目当中的重要性吧 对吧 对 想用种种的迹象来证明 你是重视我 但是这种所谓的重视感 不是自己要来 一个自信又偶尔撒娇的女人 是多么的可爱 男人是喜欢的 但是一个不自信 每天唠唠叨叨 同时 那些又自卑的女生 她的那种所谓的 租就让人感觉到不厌其烦 是吧 是 所以若说您老是像这 一遍地 是 一遍地 一遍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我快面临毕业了吧 因为我是一个男的 所以我感觉 我有挺大的压力 就是来自于 我要毕业的压力 我的父母 还有你父母 我可能是由于这些压力 然后 就是 对你 不像之前那么好了 或许 也做出了一些过分的事情 但是 我还是想跟你继续走下去 因为 我感觉 我会改 而且 我还想和你一起走 我觉得 我们可能 还比较年轻 我希望 咱们再冷静冷静 好吗 好 好 请亮灯 相识三年 谈了半年的恋爱 中间出现了很多问题 到底是因为要毕业了 还是别的呢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你们 请回 请回 女生后面的话 留有存量 男生倒是 倒出了自己 最真实的一种状态 可能比较特殊的 一个毕业季 毕业时期 来 请关门 请关门 好 这个结局倒是一个冷静的 更理性的一个结局 好了 祝你们未来的生活 能开开心心的 这么年轻 先找到生活的方向 坦诚地面对自己 实际是对一段感情 最好的负责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金云U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接下来有请 涂威老师进入到 金云的中央厨房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一辈诗爱情保鲜记 有网友提问 和男朋友异地恋三年 这期间我工作 他读研究生 这一次休假 跑到他那玩上十来天 可总是吵架 之前打电话都不吵架 为什么见面之后 总是会因为一些事情 而不然每次通过电话交流 其实是靠想象 脑海里面是有画面的 但是见面之后 那就是真实的磨合 所以吵架很正常 关键在于 吵架的目的和质量 吵架是为了解决问题 不是为了发泄情绪 异地恋也不能够遥遥无期 所以双方对于将来的生活 应该有共同的规划 这种规划 以及憧憬的美好 其实是可以化解 一切矛盾和争吵的 我们的节目是由 药保师伊贝斯 伊贝斯纯净面膜冠名播出的 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到伊贝斯的线下销售网点 进行报名 那几天喝股方红堂 感谢首席战略合作商 股方红堂的大力支持 爱情保卫战友 你看世界世界看你的 海伦凯乐眼镜大力支持 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 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